今天對臺灣來說是一個很重要的大日子 經過這麼多年的努力 有臺灣人自己打造的新海鹽一號 終於要正式交傳了 我們把新的團隊命名為新海鹽 新代表的是臺灣人勇於創新的精神 也代表我們即將開啟探索海洋 研究海洋的新的天章 海代表的是臺灣人對海洋的熱愛 隨著海洋研究的進行 我們對於海洋的認識也會更全面 鹽則是代表臺灣人研究的實力 這次的新海鹽船隊從學界開出需求 進行規劃到我們排船的負責設計跟建造 都是臺灣造船史上的里程碑 也展現出產業界跟學術界合作的 國船國造的實力 去年新海鹽二號 三號已經先後交傳 今天輪到頓位最大 續航力最充足的新海鹽一號交傳 海鹽船隻的四代交替正式宣告完成 未來在科技部跟學界的合作之下 航向南海計畫的支持下 新海鹽一號將開闢高雄 關島 帛琉 航線 針對西太平洋的颱風 深層區 馬尼亞納海溝 北赤道 洋流等區域展開研究 我有信心 臺灣的海洋研究 不只是有助於了解環境 應對災害 還可以貢獻給國際社會 促進區域的永續發展 我要謝謝參與團隊建造的夥伴 包括臺船公司的員工 海洋學界的專家學者 以及政府相關部會的同仁 因為你們的付出 臺灣的海洋科學研究 於是能有一個更進一步發展的機會 我期待面向海洋 走向世界的臺灣社會 將會擁有更大的自信 以及更多的可能性 我們要祝福新海鹽一號未來的船型 平安 順利 讓我們一起來打造繁榮永續的海洋國家 謝謝